姐夫食堂,我是姐夫 大家好 姐夫上次分享了百香果醬的做法了 今天,姐夫要分享 用迷迭香煎雞胸 來搭配百香果醬 雞胸的鮮嫩多汁 搭配百香果醬的酸香甜 口感清新,清爽不油膩 非常的健康喔 接下來,就跟著姐夫一起做做看囉 先把雞胸稍微醃一下 這邊一顆蒜頭,把切片 雞胸 加一點點的油 蒜頭片,加進去 撒一點鹽 撒一點黑胡椒 撒一點黑胡椒 迷迭香 稍微讓它抓一下 接下來我們放冰箱 讓它醃到15分鐘 現在來削洋芋 頭尾先去掉 削皮 把不好的去掉 洋芋 洋芋削好囉 洋芋切塊 像這樣 煮一鍋熱水 煮一鍋熱水 要煮洋芋 放幾片蒜頭片在熱水裡 洋芋放下去煮 把洋芋剝散 加幾塊奶油 攪拌一下 洋芋大概要煮個20分鐘到30分鐘左右 檢查一下洋芋 煮好了沒有 用一根探針或者是竹籤 很容易的可以穿過去 洋芋 洋芋就煮好囉 把洋芋撈起來 煮洋芋的水先不要倒掉哦 待會用得到 撈起來的洋芋要瀝乾水分 把煮好的洋芋壓成泥 加兩塊奶油 加兩塊奶油 加一點海鹽調味 要趁洋芋還是熱的時候壓泥 才會比較好壓 效果也比較好 用打蛋器 把洋芋打成更細緻的洋芋 加一點鮮奶油 加一點鮮奶油 增下一些奶香味 試吃一下 味道剛好 不用再加鹽哦 整理一下 洋芋泥就做好了 現在來煎雞胸 鑄鐵鍋要燒的夠熱 雞胸才會煎得漂亮 痕跡才會好看 姐夫先不放油 因為剛才醃雞肉的時候已經有放油了 聲音很療癒吧 鍋蓋蓋起來 熱人在鍋蓋裡面循環 雞胸會熟的比較快 大約煎兩分鐘 打開鍋蓋蓋 翻面 翻面 再蓋上鍋蓋 煎兩分鐘 雞胸完成囉 煎好的雞胸 放在盤子上 洋芋泥用剛才流下來煮洋芋的水 來調整洋芋泥的濕潤度 洋芋泥放在盤子上 洋芋泥放在盤子上 挖一個小洞 放一點松露醬 淋上一些特級橄欖油 擺上迷蝶香裝飾 迷蝶香煎雞胸 佐百香果醬 就完成囉 熱熱的 帶有奶香味的洋芋泥 完全帶出了松露醬的香氣 鮮嫩多汁的雞胸 搭配百香果醬的酸香甜 風味清爽 魚韻油醇 這個週末就跟著姊夫 一起來試做看看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姊夫的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喔!對了 百香果醬的做法 在影片下面的說明 有連結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給姊夫 喜歡姊夫的影片 更歡迎加入姊夫的食堂 要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喔 有的 什麼 一面 是